菲律宾总统大选的一些竞选人已经承认选举失败 并祝贺本尼诺阿基诺参议员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国家主义党竞选人维亚星期二首先承认败选 并成国家面临巨大的挑战 每个人都必须共同努力 现任总统阿罗约已经组建了一个过渡小组帮助政权交接 阿罗约因为受到任期限制而不能再次竞选 根据大部分选区的报告 阿基诺参议员赢得了超过40%的选票 他是两位菲律宾最著名的前政治家的儿子 他最有竞争力的对手前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得到26%的选票 阿基诺星期二重申将打击贪污